今天我们来做个杏鲍菇 非常鲜美 我们用到一点五花肉 两个杏鲍菇 青红椒 蒜 还有葱花 蒜切片 小米椒切红圈 这个葱花要切成肠断成肠好 炒配菜 千里五花肉 起油烧锅 下入肥肉 煎出猪油 这样才香 放片 来点辣酱 然后放入杏鲍菇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往里面淋点食用油 像杏鲍菇自己出汁水了 这个杏鲍菇本身是很鲜的 所以我们调味也是很简单 我们来点点生抽 一滴老抽调色 来少许的盐 然后现在准备出锅了 放入这个青红椒 一点葱段 然后放一口这个祖传的干锅 把这个干锅里烧烫了 烧烫了就把这个倒回去 整个东西 切成牛的干锅 切成牛的 放入汁 切成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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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牛角 切成牛的 切成牛脖